高雄市長陳其邁在2號下午前往前鎮視察 凱服車行橋的工程狀況 陳其邁表示 公共建設是一棒接一棒持續進行 並要感謝前鎮及鳳山區的議員 大力促成與預算上的支持 大家都在關心 不管是風山還是前田 我們這裡的議員 都在關心這條橋的開票 所以我聽到我們很多地方的意見 包括我們前田 開服車行橋臨近二零五 兵工廠及七十五起重化區 完工後對於前鎮五甲之間的交通 更為便捷 有助於分流馬祖港橋的交通流量 陳其邁宇諾 工程一定會如期如指的完工 所以我問我就配了 就說這個路要快點來蓋 也要求我們甘部局 你最多的時間 要快點用好使 讓我們未來這裡 可以說是亞洲新灣區 又串聯我們鳳山地區 最快留這個地方 凱服車行橋總工程經費 約一億三千四百六十六萬元 橋面寬度16.5公尺 長約55公尺的下路式鋼拱造型橋樑 並考量無障礙空間設置 兩公尺寬的人行道 完工後促進鳳山及前鎮五甲 交通路網的便利性 期盼能帶動當地的發展 記者吳秉原高雄報導 所以不會比那個橋 那個路還轉不會 對這個街erel 那個啟骨這個石 поддерж 那個碟骨 真的不是 我知道 地方很主要 平手發展 地付很清楚 目前世界的 cinema 越來越完美 蘇 gettin把孪。 深火